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如此混乱仓促的状态下 让国人知道对台湾的民主政治是有伤害 而如果我们再更聚焦马席会跟大学的相关性 进一步我们再把朱一伦跟蔡英文的关键字 纳入马席会的脸书大数据搜寻 从11月3号到11月4号截至下午1点40分为止 脸书上呈现相关对朱一伦的评论总共有8132笔 我们将比数转成票数来看的话 这中立评论占比是最高 有这个4608笔 其次为负面情绪的2051笔 至于正面情绪评论是1473笔 负面多于正面 至于蔡英文的评论也有7195笔 中立的占4095笔 正面情绪讨论是1631笔 略高于负面的1469笔 网络讨论热度仍然在持续升高 也可见国人对马习惠的效应高度关注 但值得注意的是中立的比例是可以说占比较多的 表示网友还在观察 而这群的态度也将会影响选情了 过去一般认定蓝银打出两岸盘会有助于蓝银选战 但是在目前蓝绿气势大不同的情况之下 蓝绿都得谨慎因应 谁能够在这一次的2016选举中占上风 还有待马习惠正式登场之后 国人对相关话题的反应如何了 以上也是今天的选战密码 我是黄一清 我们下回见